有关各方面的最新的发展 现在我们马上连线记者黄耀义 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耀义 是 林斯您好 我们知道呢 刚才您也提到了 川普总统今天早上终于签署了 这个大家非常期待看到的 制裁俄罗斯 伊朗 还有朝鲜的这个国会通过的法案 那么不过呢 我们也看到 他在签署法案之后呢 白宫就发出了这么一个声明稿 那声明稿里面说呢 川普总统说 他虽然愿意制裁这些国家 然后 但是呢 这个制裁法案里面 他认为是有 仓促通过的 那么有很大的缺陷 并且是明显的违宪 那么对于这个所谓明显违宪这样的说法呢 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他并没有明确的针对这样子的说法 而回应说总统为什么要说这个法案是违宪的 但是又去签署它 他只说呢 总统今天签署这份法案的用意 是要来惩罚 像这个朝鲜 还有伊朗这样子的流氓国家 并且呢 也要来惩罚俄罗斯 在去年介入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么再会被问到说 总统是否因此就承认了 这个俄罗斯的确介入美国的大选 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说呢 其实总统在这个 在欧洲参加这个 G20的时候呢 跟这个波兰的领导人见面的时候 在演讲的时候就已经承认了 说到俄罗斯的确介入美国的大选 那么在朝鲜的问题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是说 今天又再度的白宫发言人被问到 这个自然已经签署了制裁法案 那么对朝鲜要怎么样进一步的下去 让他们来停止核项目 或是有更多的施压 那么对此呢 桑德斯是一贯的发言 他说呢 他说我们一样是 所有的政策是不糟糕天下 并且我们也会把所有的选项 都放在桌上 并不排除任何的选项 那么是今天在这个制裁案上 一个最新的进展 那不过呢 今天最受到关注的 在白宫检问上 花掉最大时间的 还是新的移民法案 那么我们也知道 今天早上11点半的时候 川普总统与两位支持 强力移民法的议员见面 一位就是这个 汤姆·科顿 还有大卫·普杜 那么这两位议员呢 将会在国会当中提出一个叫做 强大经济美国移民改革法 那么这个法案呢 将会限缩很大程度的限缩 这个绿卡申请人能够通过 能够拿绿卡的人的数量 包括说从每年100万的绿卡 刚才我们提到美国总统川普呢 和两位议员是提出了 有关美国的合法移民改革的 这样的一些一个新的法案 那么有关最新的发展呢 我们继续的连线 记者黄耀义 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耀义 是 丁森 我们知道说这个川普总统呢 今天早上跟着科顿议员 还有普渡议员在白宫见面 他们将会在国会当中提出 所谓叫做强大经济美国移民改革法 这个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呢 将会限缩这个绿卡 每年绿卡发放的人数 从原本的100万人 急速降到只剩下50万人 并且呢 他将会有许许多多的限制 包括说他希望来申请绿卡的人 必须本身是高技能的劳工 并且能够说流利的英语 并且如果你在美国能够拿到工作的话 你的薪资所得的标准 也要到达一定以上的程度 那么今天早上呢 这个白宫高级政策顾问米勒 他有出来在白宫见面上 来简介这一份的移民法 那么川普总统呢 也在这个发了一个正式的声明说 他支持这一项移民法 那么米勒他在说明当中 他就说呢 其实这个政策是来 有参考了加拿大 以及澳大利亚的一个移民政策 那么这移民政策 就是所谓采用的这个积分制 例如说像加拿大呢 当他们在移民的时候 会考虑到你会不会说英语 会不会说法语 如果会的话呢 这个分数就往上加上去 那么他们也说呢 米勒也说 这份这个新的移民法案呢 他参考这两个国家里面 有几个重点 然后他们会吸纳进来 包括说今天来申请绿卡的人 他必须要能够有这个 自己负担自己财务的能力 那必须要能够有自己 付这个健保费的能力 那么他说呢 因为现在看到 在美国近年 有一半以上的移民家庭 都是在吃这个 所谓的福利保险 所以他认为说 必须要把这部分的这个花费 给削减掉 那么同时呢 他也说到是说 今天这个法案 也要来所谓砍断 叫做移民链 Migration Chain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什么叫做移民链呢 米勒他介绍 他解释说呢 例如说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合法的移民 移民到美国来 拿到了绿卡 那么他接下来呢 为他的亲属 他的亲人 申请绿卡 一个一个把自己的家人 都带到美国来 拿到了绿卡 那么他认为这个是移民链 是不被允许的现象 他要把这个现象 砍断 所以说以后呢 在这个法案 如果通过的话呢 白宫的方案是认为说 如果有一个人 到美国移民之后 拿到绿卡 他只能够 为他自己的配偶 还有未成年的小孩 申请绿卡 如果你的小孩已经成年了 就没有办法申请绿卡 那如果说 你有年迈的父母 需要照顾 或年纪很大 或是生病 需要照顾的话 他就会发放给你 暂时的签证 而不是一个绿卡 不会让你的父母 拿到绿卡到美国来 只会给他们一个 暂时的签证 因此呢 他希望这个法案 能够砍断 所谓的移民链的现象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今天早上 川普总统 在见了两位议员之后 他针对这样的法案 表达了赞同 我们来看一下 川普总统 今天早上的白宫的说法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我力度创造 以择优为基础的移民制度 保护美国劳工和纳税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在这里 择优提升法案 将减少贫困 增加工资 和节省纳税人数十亿美人 通过改变美国 向其他国家的国民 发放绿卡 来实现这一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国会议员当中 有一些支持的声音 例如像共和党的 卢比奥议员 他就这么说 长期以来 我一直支持 有争议的 2014年参议院移民法案 要求转向 择优的移民制度 合法介入美国的人员 基本准则 应是技能 而不是家庭 我相信 21世纪的移民制度 需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到底应该朝这个方向 走多远 多快 值得商榷 但择优移民制度 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受到 广泛支持的 我一直支持这样 在国会当中 也有对川普总统的做法 采取反对的意见 我们来看 美兰德兹议员的说法 我们国家 一些最伟大的初创企业 一些帮助着国民经济的 最伟大的公司 是由移民创办的 这项法案 也破坏了美国移民政策的 核心原则之一 美国的移民政策 是促进家庭团聚 是我们知道 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 这个移民政策 受到非常多广泛的讨论 那么因为这个白宫政策 高级顾问 米勒 他在说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 这个非洲裔成年男子的失业率 因为这个移民 进入而失业率上升 那么就现场的 这个非洲裔的记者 就问到说 为什么你要特别把这个 所谓的黑人的情况点出来 是否你是想要利用这个 来争取他们的选票 或者是说 造成种族上的对立 那么对此呢 这个米勒 他的回应则是说 他就是针对这些人 因为他认为 他们失业非常的可怜 所以他必须要 杜绝外来的劳工 然后让美国本土的人 能够重获就业 那么同时也有记者 就指出呢 以你这个要求 一定要能够说英语的能力 那么现在世界上 大部分的英语国家 都是白人 这是一个种族歧视 就是你只要收 这个白人进来美国 而不收其他种族的人 那么对此呢 这个白宫的高级政策 顾问米勒 他也是否认了 他说 其他的国家的人 也是有会说英语的 那么我们知道说 今天白宫发生 这么多事情呢 其实在过去 一个星期来讲 白宫的内部的人事的变革 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之音记者 马龙 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经历了数周的混乱之后 川普总统找到了 推上将凯利 让他来整顿白宫的秩序 我们要努力工作 我们要让美国 再次振兴起来 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让美国 重新振兴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凯利的前任 雷恩斯·普利伯斯 因与白宫通讯联络主任 安东尼·斯卡拉姆奇 发生冲突而被解职 斯卡拉姆奇在任职十天后 也被撤职 斯卡拉姆奇是星期一被解职的 这发生在凯利上任的第一天 这一信号说明 凯利要认真解决 白宫持续数月的内斗 作家克里斯·惠普尔 写过一本关于 白宫办公厅主任 重要作用的书 你不能像管理曼哈顿 一个家族房地产公司那样 管理白宫 让一帮顾问来来往往 而没有一个管理的系统 没有人负责执行你的议程 惠普尔说 凯利能否成功 取决于她的影响力 每一任总统都要学习 学习过程往往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不授予白宫办公厅主任 超出所有同僚的权利 让他处理各种各样的工作 你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管理 但是最重要的是 落实你制定的议程 并告诉你那些 你不愿意听到的东西 川普在推文中坚持说 白宫没有混乱 但是在他任内的头六月里 支持率低和涉额调查 都让川普头痛不已 参议院共和党提出的健保议案受挫后 川普在国会推动的议题 面临被搁置的局面 杨斯顿的男男女女都是很了不起的 川普继续依赖他的基本盘 他的贴感支持者中 有很多人对他忠心不便 我们就是要支持川普总统 他在尽力工作 一些分析人士建议 凯利或许会试图对总统驾驭约束 尤其是总统爱在推特上发泄情绪的习惯 分析人士吉尔康迪克说 川普的支持率在比较安静期间有所提升 他要是能够找到某种平静 我猜公众或许会对他更宽容一些 但是在他上任以来 这种时候并不多 今后凯利将会与川普一起 受到公众的关注 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 在经过头6个月的艰难日子之后 正在寻找他的政治立足点 美国之音记者马龙 华盛顿报道 我们刚刚听到白宫的许多人士的更换 其实今天在白宫简报会上 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也就是说 之前已经离职的白宫发言人斯派瑟 他其实现在还在白宫的职员名单里面 他现在还是每天到白宫来上班 还是有记者会在白宫里头见到他 因此今天就有问桑德斯发言人说 斯派瑟他是否继续会留在白宫 是否会给他别的职位 还是他接下来就会离开白宫了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因为这个前白宫联络士主任 斯卡拉木齐的原因而辞职的 那么对此桑德斯只简短的说 他现在还是在一个过渡期间 在8月的期间 斯派瑟会继续留在白宫里面 不过他并没有说 未来将会怎么做 主持人 好的 谢谢亚一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 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在白宫里面